哈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怪物猎人崛起从开荒到退坑的退装教学第九期,弓箭 首先要说的是,弓箭这个武器其实非常的复杂,开荒和毕业配装的选择也有很多很多 这个视频呢,仅作为抛砖引玉,欢迎各位大佬们和谐交流 好了,我们开始 弓箭作为怪物猎人崛起无可撼动的体力武器 在伤害优势极大的前提下又略显有点脆皮 导致很多新手玩家在使用弓箭开荒时多少要受点苦啊 不过呢,由于配性装备的加入,让弓箭在村人物开荒时舒服了不止一点 自带的体术和出色的面板防御力足够各位在村人物阶段较为舒适的练习弓箭的输出节奏了 在过程中,我们可以做飞龙弓和炮狐龙弓,逐步的替换掉初始的那把武器 并且呢,可以做一把百龙弓备用 到达上位之后,首先暴打连勇龙王,水兽和白兔兽,做出这样一套装备 这套装备一路打到炮狐龙的紧急任务之后,可以将炮狐龙的弓进一步升级 上位六星优先打掉飞雷龙,将飞雷龙弓进行升级 随后呢,还可以做出这样一套装备来进行过渡 在打完飞蜘蛛和风尘龙之后,我们一方面做出百龙弓三 替换掉现有的武器,并做出飞蜘蛛的装备备用 到达上位七星之后,一是去打斗技大会的金狮子刷硬币,做出强攻仪式 再呢,是去打USG的活动任务,做出苍心胸甲,并随着任务一路升级到百龙弓即可 最后呢,照例是毕业配装的分享 这边呢,我给出的基本都是出道题数五的搭配啊 题数四的配装,在此的基础上进行微调就可以了 不过相信会用题数四的都是大佬,不用五胶了吧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留下关注三连,我们下期再见